为了养成学童戴口罩勤洗手的好习惯 也照顾教职员不要把病毒带回家 新学乡保护乡亲再生及乡养合理台 二十号上午在乡公所二楼发振乡境内学生学校教职员口罩套 借由各校代表前来领取口罩套的仪式 让各校相互交流及探讨防疫措施 让保护再生及 行政乡公所这次保护再生及 由明镇课规划自证本乡国中小 以及副设幼儿园学生教职员等等 二十号上午十点由校长代表前往新的相公署领取 新的国中校长赖俊杰代表领取285份 修理国中由校长刘尚明代表领取277份 新的国小由校长张世瑞代表领取333份 同时康乐国小北埔国小家里国小也前来领取 合计供捐出1694份 防疫期间大家平常就讲 大家心理上压力都蛮大的 尤其最近部队也请及武汉会员 学生是我们未来的主人 我们要求学生防疫的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在前向在海新国中高中 幼儿园新成国中 北埔国小家里国小康乐国小 幼儿园新成国小等 总共发放大概3000多个布口罩套 这个除了要唤起大家对这个防疫重视以外 学生的教育非常重要 尤其在家里面 学生回到家里 因为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 大家共同来做这个防疫的工作 尤其学校是一些群聚的地方 学习的地方 现在华林县政府也希望所有的学生到学校里面去都要戴口罩 工所也前面的 进入工所办公 俏工人也要戴口罩 所以我们下里面除了一些特定的落实租情的团体老陆父母以外 对学校我们也特别重视 所以我们赠送了这个布口罩套 大概也3000多的给这些学生 让大家共同来防疫 现在下场合理台表 是学校是荣誉群聚感染的场所 而请学的学生们 心脑以及教职员们 下班下课之后 有可能把病毒带回社区以及家中 因此自我整洁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是相当的重要 也感谢各校校长教职员尽心尽力 为防疫努力 确保新城市下的学校都有安全的校园环境 记得就关键一下小布道